尘封2024 武功选曲 队长秀Superstar 陈力军流星合作双人秀 尘封2024 武功分族选曲 六首歌曲 三大阵营 队长分别为陈浩宇 七威 和杰 各组舞台各剧特色 和杰组人气高 胜算大 陈浩宇组人数多 七威组原创歌曲亮点 队长秀舞台再次演绎是经典歌曲Superstar 尘封2024 武功分族选曲 一共有六首歌曲 三大阵营 这一次的三位队长分别是陈浩宇 七威 和杰 和杰是凭个人元气拿到的尘封二团队长位置 陈浩宇是四功成绩第一的尘封一团队长 而七威是剩下的姐姐陈祖自动成为队长的 一直到武功 七威无论上一场输赢都是队长 所以这一季节目组捧谁 谁会是最终冠金 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武功的和杰组 陈丽君 刘兴 韩雪 郭碧亭 王林 姚苗 这一组有七个人 两个人气王 刘兴和陈丽君都在这一组 武功获胜的几率很高 他们组第一个舞台是破风 全组人都上了 第二个双人秀舞台是刘兴和陈丽君合作的东风破 终于两位人气王合作舞台了 相信这个舞台成绩肯定会非常好 和杰也很想赢 派出了两位人气高的姐姐合作 让自己的大组赢面更高 武功的陈浩宇组八个人 比别的组人数多一位 第一个舞台是三分点火 参加的姐姐是陈浩宇 郑妮可 孙夏琳 万妮达 谢金燕 张雨姬 柳妍 第二个舞台是袁亚维和万妮达合作的歌曲《问风》 这首歌曲上一次改编很成功的版本 还是天赐的声音极客俊逸和该合作的版本 真的很好听 不知道浪姐版本能否超越 武功的七威组七个人 第一个舞台是密不透风 是一首原创歌曲 参加的姐姐是七威 蔡文静 大鼎鼎 尚文杰 朱丹 杨景华 双人秀舞台是生活倒影 尚文杰和法国姐姐JS 其中陈丽军 刘金 万妮达和尚文杰是有两个舞台的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更累一些 武功再次出现了队长秀舞台 之前的队长秀是六人舞台 这次队长秀是三位队长的演出 表演的歌曲是She的Superstar 也是级Ella在《陈丰2023》简短的拉票唱完后 节目组大概也知道这首转歌的力量再次选择 去年在比赛过程中 无数网友都在期待Ella能唱She的歌曲 但节目组没给 今年让陈浩宇 何杰 七威三位姐姐翻唱倒是很好的安排 但也很容易出现车祸现场 还有网友说他们三个人的音色和She的音色有相似之处 能否有新的音乐元素突破 还不好说 只希望不要改变得太过怪异就好 整体的七个舞台中 团体舞台基本为唱跳 双人舞台可能占中场更多一些 你们看完认为哪一个大组的一面更高呢 陈峰2024前四宫个人喜爱度排名 四位姐姐或第一 流星跌至第九 陈峰2024前四宫个人喜爱度排名揭晓 流星 细微 陈立军 何杰分别或一致四宫第一 带至显示人气排名重要 何杰有望成为决赛队长和冠军 流星四宫人气下滑之第九 引发对排名真实性的质疑 陈峰2024前四宫个人喜爱度排名已经出来 和开局的MV呈现的一样 节目已经拔想捧的姐姐 该成团夺冠的姐姐在前面的公演个人喜爱度名次上都逐一呈现 一宫的个人喜爱度第一名是流星 这个大家都已经知晓 二宫的个人喜爱度第一名是七威 在一宫揭晓排名的时候 骑士已经用七威的英勇迈出的一步给了铺垫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二宫七威队伍的表现并不是网友投出来的前三名 队伍表现在没那么亮眼的情况下 夺得个起第一 可见这个个人喜爱度基本上和观众投票无言 还是节目组来敲定 所以七威在三宫的时候也开启了自己的陈丰爱团 小爱流星和陈丽君两位得力的人气大将 持续锁足两轮宫殿 三宫的个人喜爱度第一名是陈丽君 也不负网友众望 陈丽君终于在三宫夺得了人气第一名 但由于他本人是陈丰一团的组员 所以没能以队长身份开启爱团 最终延续到陈浩宇身上 陈浩宇在人气较高的情况下 创建了陈丰爱团 一直持续到五宫 四宫个人喜爱度第一名是和杰 看懂今年的赛制 可以知道今年的人气排名很重要 并且是越往后越重要 前面的陈丰一团和陈丰二团只是幌子 五宫的陈丰一团和陈丰二团才比较重要 这也就代表四宫哪个队伍第一和哪位姐姐元气第一是最重要的 显然 所以到现在四宫录制结束 基本可以知晓和杰才是最大的赢家 现在已经开始崛起成为武功队长之一 而开局就获得人气第一的流星 在四宫人气下滑到第九名 从现场观众 网络上的评论区等等互动话题 都可以知道今年流星的粉丝 必然是姐姐中的前三名 但四宫居然能拿到第九名的人气 可见这个个人喜爱度排名 真的水分越来越大 四宫个人喜爱度排名是 和杰 第二名陈浩宇 第三名气威 第四名尚文杰 第五名陈丽军 第六名萨鼎鼎 第七名袁亚维 第八名郭碧亭 第九名流星 你们看完这个排名有什么想法呢 武功的个人喜爱度第一 你们猜会是谁呢 更多陈丰2024内容提前更新 感兴趣可以关注 陈丰2024 四宫结果 陈浩宇组拿下第一 九百分五台出 淘汰一人 陈丰2024四宫录制结束 陈浩宇和袁亚维 演唱愿雨筹 获851票 赛制奇特 团秀PK中 陈浩宇组 Lover B 成绩875分第二 帮唱环节 王菲菲组精卫 获907票 创本季首个900分舞台 陈浩宇组总分 1782分或第一 将成武功成分一团 最终将淘汰一人 冠军可能是七威 陈丰2024 四宫录制结束 这一场开局 就是一首王诈歌曲 《怨雨潮》 这个舞台是陈浩宇和袁亚维完成 舞台成绩是851票 是一个奖励舞台 所以没有陈浩宇和袁亚维的PK 四宫赛制是三宫舞台平行分为分数件 三宫舞台平行分829分 高于这个分就胜出 并且可以保一个队友进入武功 这个赛制就奠定了一个抱团 关系和让粉丝对拼的不良走向 保护一个队友 那就是考验姐姐抱团 人际关系处理的能力了 可以说四宫赛制奇葩 团秀PK 第一组是七威流星 这一组表演的华夏 舞台成绩897 是团秀组里成绩最高的 第二组是萨鼎鼎柳妍 这一组表演的轻变感应808 成绩是865 团秀成绩分是第四名 这一组有和杰和尚文杰 所以尚文杰又没赢 第三组是蔡文静组表演的热浪 这一组由于泰国人退赛 所以少了一位姐姐 成绩是868 排在团秀第三名 第四组是陈浩宇组表演的 Nobody 成绩是875 团秀第二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P哥和浪姐经常会出现这种 以某一场公演的平均值 舞台成绩作为对标 然后在这个赛制下 这一轮公演基本上 每个舞台成绩都会超过 前一轮的平均值 而且舞台票数会非常高 从四宫团秀票数来看 这个赛制显得尤为鸡肋 都超过829分了 接下来是姐姐帮唱 孟佳帮唱的舞台是七位组的 票数是863票 薛凯奇帮唱的是萨鼎鼎组的 票数是873票 黄丽玲帮唱的是蔡文静组的 票数876 黄飞飞帮唱的是陈浩宇组的 票数是907 这一季第一个900分的舞台诞生 他们表演的舞台叫金睿 应该效果和去年的闭嘴跳舞 有点像 最终四个组的成绩是 七位组 1760排名第二 失去了陈浩宇团的机会 萨鼎鼎组 1738排名最后 泰文静组 1744排名第三 陈浩宇组 1782分排名第一 综上所述 武功的陈浩宇团是陈浩宇带领的 顺于分组成员 见下一篇内容 最终这一场要淘汰两个人 但由于已经退赛的一位姐姐麦 所以只淘汰一个人 是七位组的蔡世盈 剩下22位姐姐 在武功应该会是7V7V8的模式 分成三大组竞技 最终赢的一组是陈浩宇团 武功个人喜爱度第一的姐姐 将带领陈浩宇团 所以前面几轮攻点的队长 陈浩宇团都不重要 最终的赛点赞武功 武功排名第一的组 才可以成为陈浩宇团 人气第一要看节目组给谁了 因为流星已经是一攻人气第一了 所以武功就算投票是第一 节目也不会给流星第一 所以武功陈浩宇团的队长位置 肯定不是流星 最终冠军真的极有可能是七位 后续会持续更新 武功分组和次攻个人喜爱度 感兴趣可以关注 好 好 好